- 第五集 -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 欢迎来到86NE小学堂 - 耶 - 这是我们的第五集 - 那我们第五集要讲的功能是86NE改版之后的新功能 - 新功能就是声音功能 -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让机器人 - 在一边动作的时候一边播放音效 - 那我们不止86NE做了改版 - IDE跟Squade一并进行的改版 - 这样子才可以做完整的声音的功能 - 那我们这个更新过后的软体呢 - 在官方网站就可以下载到了 - 没错 - 那点击软体下载 - 86DUNO整合开发环境里面 - 找到这个86DUNO IDE的下载的来点 - 对我们已经更新到了37版 - 那在STAN教育软体的这个部分 - 我们更新过后的86NE还有86Squade - 可以在这个页面下载到 - 好 那我们就赶紧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 好 那我们打开86NE - 首先第一步呢 - 一样点击载入专案 - 好 那我们一样用小六竹来做范例 - 那载入专案之后呢 - 我们可以在编辑这边看到有 - 添加了那个新功能 - 叫做编辑声音清单 - 那编辑声音清单里面呢 - 你可以看到新增声音 - 那我们先来加一个BGM -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写 - 声音长度超过了23秒 - 请你剪裁声音长度 - 就是代表说你的声音太长了 - 它要剪辑 - 要剪辑到23秒之内 - 这个剪辑功能要怎么用呢 -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做拖拉 - 红色的部分就是 - 你要剪辑的段落 - 像是这样子的话 - 我就会从27秒到42秒 - 你可以试着播放看看 -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段落 - 那你也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个按钮 - 这边设定终点 - 然后拉到你要的地方 - 设定起点 - 这样子设定起点跟终点 - 好 然后再按确定 - 好 我们再多新增一个声音 - 我们这边最多可以支援到 - 32个声音档案 - 每一个档案最大可以有23秒 -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 想要完整播一首歌的话 - 也可以把一首歌拆成好几个段落 - 然后一并照顺序播放就可以了 - 那在这边呢 - 那你一样可以做一些编辑的动作 - 像是重新命名 - 或者是你要删除 - 或者是你要做挥出都可以 - 那你甚至可以在这边直接做播放 - 那顺带一提 - 我们这一个86AE呢 - 它支援汇入WAV档跟MP3档 - 那汇进来之后呢 - 如果是MP3档 - 它会自动money也赚成WAV档 - 所以当我们汇出声音档的时候 - 它都会帮我们一并汇出WAV档 - 那可能会有人会有问题说 - 为什么要限制在23秒之内呢 - 这其实是为了要优化ValueDuno的运行 - 就是让单一档案可以压缩在1Mb以下 - 我们最多有32首 - 那就是最多到32Mb - 这样子可以让ValueDuno - 它的负载不会太重 - 好,那我们添加完声音之后呢 - 也要进行指令编辑的动作 - 例如说我希望在IDOL这个动作里 - 添加声音功能 - 那我只要选择增加指令 - 最后一项 - PlaySound - 点击之后呢 - 会出现这一个新功能的指令选项 - 那这个下拉选单就可以看见 - 刚刚我们所汇入的音效档了 - 好,那我们选择第一个BGM这个音效档 - 那它这边有两种播放音效的模式 - 第一种是背景播放 - 当我们这个指令进行到PlaySound之后 - 它会直接一边播放 - 一边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指令 - 那等待播放完成呢 - 是我们的程式指令 - 如果执行到了PlaySound - 那它会在这个PlaySound的音乐整个结束之后呢 - 才会进行指令的继续动作 - 我们也用Hello这个动作的指令 - 选择一个动算的声音档 - 好,那我们现在添加完声音指令之后呢 - 就可以进行程式码汇出 - 好,那我们先汇出机器人操钩嘛 - 选择桌面存档 - 好,那我们打开这个汇出的超高码资料档 - 可以看到我们的IMO档在这里面 - 那另外呢 - 它新增了一个Audios的资料档 - 那里面的档案呢 - 就是我们的音效档 - 分别是我们的PGM跟我们的动算效果音 - 说到这个 -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动算这个效果音呢 - 因为最近选举快到了 - 哦,原来如此 - 我们要应景一下 - 哦,应景一下 - 所以我们要让小六族机器人 - 帮我们也来助选 - 增加威士就对了 - 没错,没错 - 哦,好 - 那我们选择86Squatch专案也来汇出看看 - 在更多记目这里 - 我们也新增了这个播放音效的功能 -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汇入的两个声音档案 - 如果各位想利用86Squatch - 来执行这个音效的新功能 -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 那我们也汇出这一个Library的档案 - 那我们身边生成的Library档呢 - 那我们就可以用86DunoID汇入 -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刚编辑好的 - 有附带音效动作的函数了 - 那这边的Audio资料夹呢 - 里面的两个音效档 - 就是我们刚刚所汇入的音效档 - 这个呢,要将它放到小六族上 -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解 - 要怎么把我们的声音档丢到小六族上吧 - 那各位观众朋友呢 - 只要在外面买回来SD卡 - 第一用读卡进插上电脑 - 把音乐档丢进去就可以了 - 那如果是使用SystemImage - 直接把声音档放在根部录下 - 就也能自动读到了 - 那如果是有用过SD卡制作SystemImage - 或者是其他OS的观众朋友 - 想要用同一颗SD卡 - 来放入音效档的话呢 - 那我们要先把SD卡上的开机区清除掉 - 才能进行复制答案的动作 - 那如何清理开机区呢 - 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有详细的教学步骤 - 那在参考文献的韩式库参考 - 在SD卡清理开机区的教学呢 - 在这个蓝色教学的连结 - 那这里有手把手的操作说明 - 可以教你如何在安装过 - 作业系统的SD卡上清理开机区 -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复制 - 我们的音效档吧 - 首先把SD卡插上去 - 那在插入这个SD卡之后呢 -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音乐档给丢进来了 - 如果说你是用All-in-One的话呢 - All-in-One的资料夹里面有Audios - 把Audios里面的这些声音档按 - 把它做复制 - 到我们的SD卡里面 - 这样就可以了 - 那如果说是其他的 - 像是我们的86Squatch - 的话一样在里面有Audios资料夹 - 然后Library - 它一样会有Audios的资料夹 - 一样就是将这些声音档 - 把它复制到我们的SD卡里面就可以了 - 好 那复制完声音档到SD卡上呢 -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我们的SD卡插上86Duno了 - 好 那把音效档复制到SD卡上后呢 - 就可以拿起86Duno1 - 那它的SD卡的位置在背面的这个区域 - 把SD卡插上去 - key的一声 - 就代表妥妥地插进去了 - 哦吼 - 好 那如果要接上喇叭或耳机 - 常用的音源接头的话呢 - 我们要拿起86Duno1所附责的这一条音源线 - 将其中一头接头插入到 - 显示LineOut的这一个插座 - 那另外一头呢 - 就可以介绍我们喇叭或耳机 - 常常使用的3.5音源接头 - 那下面这个呢 - 是麦克风的插座 - 它跟上面的音源插座长得非常像 - 各位观众朋友不要搞混咯 - 那如果各位朋友说使用的是Edual Cake的话呢 - 它的SD卡插槽是正面的这个位置 - 那这个插槽是读取大张SD卡的插槽 - 所以如果使用MicroSD卡的话呢 - 我们要使用转切卡才可以插到Edual Cake里面去 - 那耳机或喇叭的音源插座呢 - 就在这一个显示耳机图示下面的孔位这个位置 - 那旁边的这个孔位是麦克风 - 也请大家不要搞混咯 - 好 那我们最后就来把86DunoID打开 - 来进行程式骚扰的动作吧 - 好 那我们把86Duno接上USB线 - 我们的Pose卡姆 - 然后是使用86Duno1 - 那在这边呢要顺带跟大家提醒一下 - 我们在生存出来的程式码里面呢 - 我们需要去手动的调整它的音量的部分 - 因为我们害怕说一开始音量就开到最大的话 - 有可能会让你的喇叭会有受损的状态 -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把音量设定在10% - 那你可以在程式码里面按Ctrl F做搜寻 - 然后打Prepare DRE DARE 然后做搜寻 - 那就可以找到这个Audios Prepare这个函式 -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三个参数 - 这个就是用来调整音量的参数 - 可以从0到100 - 因为我们的喇叭比较小 - 我们为了要让声音比较大声 - 我们把它调到100% - 好 那我们现在就做上传的动作 - 哦 完成了完成了 - 把SD卡插上去 - 接上电源 - 哦哦哦哦哦 - 动起来咯 - 看起来蛮带感的 - 现在是它的那个startup的动作 - 就是它启动的时候 - 它会做那个IDOL的动作 - 动上 - 好那我先来按一下按键 - 动上 - 哦哦好可爱啊 - 动上 - 哦哦好可爱啊 - 动上 - 只要我按一下按钮 - 小六举就会一边挥手 - 动上 - 一边喊出动上的口号 - 嗯 - 动上 - 哇那小六举还是太可爱了 - 如果有这样的细细的来为我作选的话 - 嗯 - 感觉就一定能选上 - 没错 - 那如果我们大量製造很多台的话 - 应该会有很不错的效果吧 - 没错 - 那个气势一定是非常的惊人啊 - 哎呀 - 那我们就多烧几台来玩玩看吧 - 好 - 动上 - 哎呀三台小六举摆在一起 - 感觉声势才是太浩大了 - 没错 - 这个看起来实在是太帅了 - 搞得我自己都想要参选了 - 哦你要当候选人吗 - 到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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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而且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好几千台,好几万台,甚至好几十万台都OK的 而且全台限制这么多地方在选举,一定会有人跟我们租的 没错,而且这种东西你过四年还可以再拿出来再用的 这感觉实在是太好赚了 没错没错 那最后我们就再来复习一下这次的内容吧 好,首先第一点呢,当然要把你的ID还有86MV做更新 那如果说你有用86Squatch的话,当然也要把86Squatch做更新 才会有那个声音的积木给使用 那第二点呢,当然就是要把我们所使用的音效档给加入86MV里面 下入音效档的时候,如果超过23秒,也要做这个剪裁的动作 那第三点呢,就是在指令列表里面添加PlaySong的指令 你可以添加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可能你可以先做完一个动作之后 再去做PlaySong,或者是要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功能,都是OK的 那在这个PlaySong指令里面呢,它还有区分两种功能 一种是背景播放,一种是等待播放完成 那在背景播放的意思就是呢,在遇到PlaySong的时候呢 它会在背景播放音乐,然后并且直接进行下一条指令 等待播放完成呢,是等到声音播放结束之后,再进行下一个指令的动作 那接下来就跟往常一样,要生成Oin1超高码 那生成超高码之后,就可以开启86Duner ID做程式超楼的动作啦 那在开启超高码的时候,我们的音量是预设为10 那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依据自己喇叭的需求调整这个音量百分比 从0到100之间可以自行做调整 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把我们Audios资料夹里面的这些音乐档案复制到SD卡里面 那如果说你是用这个System Image的话 一样是复制到这个SD卡里面的根目录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的SD卡曾经安装过作业系统的话 那记得要把你的开机区清掉 如果说你只是单单的使用格式化的话是没有用的哦 它的开机区还是存在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新功能添加声音指令的几个简单的操作步骤 那这功能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使用 除了做助选机器人之外呢 我相信在这个一般的机器人格斗或其他的使用中 也是很常弄到了一个功能的 没错,你可以在出拳的时候喊Hole You Can 你该什么绝招名称,对不对 或者是你在出场的时候你可以放背景音乐 自带背景音乐 只要自己的背景音乐一放这场之后就绝对不会输了 就像那个John Cena John Cena,我不知道没说什么 一个摔角选手,WWE的摔角选手 像Cina他有他的出场音乐一出来的时候 就当那个想象的气势实在是惊人 或者是说像是布袋系 布袋系总该有看过吧 有有有 出场的时候是不是会念诗啊 有有有 每个都屌的不知道跟什么一样的 对,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 对,增加你机器人的特色度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效功能的教学 好,那今天小学堂的课程就大致上就到这边了 好,那各位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 就是在自己的机械人上面加入自己想要的音效功能 那可以让自己的机械人变得更活泼更生动 没错 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记得按赞咯 按赞咯 好,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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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拜拜 拜拜 咯